好,現在要來看這個 毛頭音風扇的效能跟音量 現在系統的設定是XMP 3.75G 然後那個系統的外屏是125 然後風扇我給它調綠色 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那個 有一個點 就是技嘉的軟體 然後我的那個 那個音量呢 音量用那個 用APP 我講話的音量大概是五六十分貝 然後就看那個風扇 這個 待機的時候這個 音量大概是 現在是1000轉 然後 那個應該大概是28分貝左右 要看一下溫度 現在最高的 Core Core 6 Core 6 不是Core 6 是 看這邊 現在最高的 是大概在 40度左右 怎麼說呢 欸 有 現在最高大概在40度左右 然後 這邊浮動 看壓工扇這邊大概是 3 3000多 這個是那個 這是水棒 然後 現在兩顆都在1000轉 左右 好 那我們就 開始燒FPU 好 光是100% 100%是2900轉 然後 全載的時候 這個 音量大概是 69分貝 CPU的溫度是 70 70度左右 然後 3.75G VCore 1.25 這個是XMP 預設電壓 那我現在用 用這個 是 一樣技嘉的工具軟體 那我就把 把它抄到 4.25G 然後 1.07 這個用 Auto 然後 可以看到電壓一降 馬上那個 溫度就下來了 現在是大概 現在4.25G 然後 大約在 60度 左右 然後 現在的趴數是 52趴 然後我用 安靜模式 我再把它調低一點 調到這個 10% 好 70度的時候 75度 風扇全載 74度風扇全載 OK 那就 沒有什麼改變 那現在 的 溫度大概 是在 60多度 大概 63 64度 那 接下來看一下 它全速運轉 我們 的時候 的 的 這個 溫度大概是怎麼樣 喔! 69分貝 然後 現在的 系統溫度 降到 大概 接近 60度 吧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水冷的關係 水冷它的 液體要先下 要先降溫 然後 CPU溫度才會下來 所以 比較慢一點 就大約在 60度左右 全載就60度 然後 先 先 先把 燒機 暫停一下 然後 我們就讓 讓那個 水冷液的溫度下降 降下來 好 大概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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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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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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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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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溫度下來,它就開始燒機